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种也奠定了他的顶流人设 于3月5号开播的《东梦之约》 节目的兴致是大型冬奥场馆音乐真人秀 肖战的加盟也让北魏的收视率再升一个档次 他带着我们也重新认识了冰球的魅力 可以说 运动与音乐的结合 让观众在感兴趣的前提下 进一步了解了冰球运动 冰球这个项目还是非常有难度的 在没有任何基础的情况下 肖战也向我们展示了普通人学习这项运动的情况 可以说 虽然现场表现不尽人意 但作为推广来讲 以最真实的现场让大家了解了这项运动 肖战与北魏的合作 可以说是互惠互利的共赢关系 对于观众来讲 更是欣赏音乐的同时了解了冰球 节目最后 他在现场进行了表演 演唱《东梦》 以及英文歌曲《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用音乐的力量向世人传递正能量 看到肖战这么好的表现 可想而知 他的收视率也是很厉害的 从收视率的上升到直播时的150万观众 一方面说明冰球的魅力之大 另一方面也是肖战作为顶流的号召力 不仅仅在国内关注多 在海外更是如此 《东梦之约》也成功登上了海外多国热搜 越南不仅登顶 而且直接是两个热搜占据前两名 可见运动与音乐结合的魅力之大 但是谈回到肖战 其实对于他来说 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也希望他一直能以最真实的一面 让观众对他全方面认可 作为一个艺人 在有影响力的同时 能不忘初心一直做真实的自己 也不断突破才是最难能可贵的 正如这次的《东梦之约》 就是真实的让大家了解冰球这一运动 同时场上的表现也是最真实的 前几日肖战代言莫森眼镜 该品牌拍摄的广告大片也新鲜出炉 我们可以看到 肖战的气质搭配上这些出彩的配饰 再合适不过 无论是在什么场合 该佩戴的哪种类型的眼镜 代言人都能轻松驾驭 况且有目共睹 肖战之前所代言的真果力 以及百威的销量都曾创造过记录 即便莫森眼镜的价位可能更高一些 但小飞侠们的购买力是不容小觑的 这一点从前两天品牌预热就能看出 大家想购买的心已经蠢蠢欲动了 而在昨天官宣的后几分钟 就已经有小飞侠们纷纷晒出了自己的购买单 真的是行动力十足 根据肖战粉丝后援会的统计数据 合作方刚官宣肖战一分钟 该产品就秒清空4535份眼镜 而大家要知道 肖战代言的这一款眼镜价格适中 而大部分墨镜价格都是在千元以内 可以说不少上班族都能够消费得起 这可真的是太惊人了 想过会很多 但没想过达到这样的效果 爆料人说炸了半个品牌圈 更有网友评价 哪家零售业找了肖战做代言人 简直就是稳赚了 肖战自复工以来 所官宣的代言数量真的还是太少 所以粉丝们都在等着他接下来的动作 就像去年的星光大赏一样 粉丝们把积攒了一年的情绪 都通过满场的红海表现出来了 别人把肖战藏得越深 粉丝们就要确保他再次出现的时候 给他最盛大的牌面 粉丝们为肖战真的是做了很多 如果说粉丝们在肖战身上学到了很多 学到了怎样去平静地对待这个世界 其他粉丝也在小飞侠们的身上 看到了什么叫做真性情 他们无谓留言 不被带节奏的人所侵扰 坚定地认为自己看来是对的事情 正是因为有他们的坚持 肖战才能回归得更加体面 粉丝们就是肖战的金主 也难怪在肖战官宣一个小时以内 合作方销售额超过了1300万呢 这样的带货能力 我是真心羡慕了 这一次 小飞侠全力支持肖战新代言 并且去直播间秒空所有产品 这种粉丝号召力 大家是心服口服吧 肖战这真顶流身份 完全不掺杂一点水分 虽说肖战这次代言的眼镜并非奢侈品 但肖战找准了地位 而且这合作方太有眼力见了 其他品牌都对肖战视而不见 可这一次 墨镜合作方很看重肖战 而品牌方的信任得到了回报 小飞侠再用心支持合作方呢 只不过 让人笑出声的是 小飞侠实在是太猛了 本来这一次合作方的眼镜 是为了年轻人服务 但小飞侠冲着肖战的名号 粉丝竟然去直播间要买老花镜 甚至连主播失戴的眼镜都要买下来 这豪气冲冲的大手笔 大家可真正见识到 啥才是娱乐圈中的真顶流明星吧 肖战果真是娱乐圈顶流一哥 该品牌一天卖出了往常半年的销量 带货王当之无愧了 不知道黑粉们看到如今的情形 会做何感想 本想将肖战黑道再也回不来 但现在不仅没粮 应该是快炸了 目前又有网友爆料 肖战再接新代言巴黎欧莱雅系列 黑粉听到风声之后 故技重施 马上跑到欧莱雅官网企图阻止 让人感到滑稽又可笑 作为消费者来说 商家又没逼你买任何产品 你的这顿操作 只会暴露出自己的蒙昧无知 关于明星代言的产品 不管是什么立场的人去消费 产品还是那件产品 质量依然没变 只要是我们生活所需的物品 都可以去选择 商家肯定不会因为极少数的黑粉不买 而做出其他决定 黑粉的做法确实让人感到可笑 生活中 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都阳光 温暖与善良 不管是粉丝还是黑粉 都没必要为了明星们 而太大的影响到自己现实中的生活 虽然现在肖战的黑粉们 那些鱼不可及的小伎俩 根本没有影响到他的带货能力 但黑粉们把精力和时间 集中在了不喜欢的事物上 对他们自身来说 却是没有一点益处 一个优质的正能量明星 有很多值得大家学习的优点 网友们在支持他们影视作品的同时 还想买明星代言的话 一定要在不影响自己正常生活质量的范围之内去消费 做一个理性的追星者 才是一个合格的粉丝 如果一昧盲目追星 就会影响到自己的人生价值观与生活质量 买一些自己根本不需要或者消费不起的东西 就与黑粉的盲目抵制一样 可能会没有了自己的完整人格 那么最后 请问亲爱的读者们 你们在什么情况或条件下 才会买明星代言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 去年没有接下的那些代言 现在都会以各种形式回到他的手中 据传 接下来除了被轻松按摩器之外 还会有牙膏 洗护产品的代言要官宣 如今我们可以看到 肖战在接代言也没有刻意追求高奢品牌 但以他目前的热度 其实要接的话一定也能接到 但现在似乎就是在走亲民路线 所以接下来将官宣的品牌会十分生活化 据传还会有食物品牌代言 这样也挺好 为粉丝们省去了很多纠结的时间 只要是肖战的代言 相信粉丝们需要的话 都会不遗余力地支持 况且肖战当初似乎就是因为笑容 得到了未无限的这个角色 制片人杨夏觉得小说中 主人公的笑很有感染力 就和肖战一样 而肖战的笑容不仅感染到了制片人 也感染到了每位小飞侠 目前肖战的各项资源都在稳步回升 所以卖的步伐可能会小一些 我们可以耐心等待一下 相信接下来的好消息会越来越多的 越来越多的作品 代言会来到大家面前 作为粉丝 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在商场 路边到处都可以看到偶像的身影 而前段时间 莫森眼镜的地广早已铺设完毕 相信小飞侠们之后 就不用羡慕别家的粉丝了 到时候大街小巷也会有肖战的生意 去年没有给他应该有的东西 从今年开始会慢慢还给他 我们拭目以待吧